中俄海军接连两大动作 要颠覆亚太的安全形势 美国人想都别想 大家好 最近这段时间里 中俄在海军方面的联系 可以说是相当的密切 前世在日本海吹响了集结号 演练防空反潜等等类 接着再是现身菲律宾海 进行联合巡逻 乍一看 这些似乎都是军事方面的动作 与地缘政治无关 但实际上在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的今天 任何项目的背后 都与地缘政治博弈 脱不开干系 这些合作背后 有着对外部势力的警告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菲律宾 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 只要拜登政府 在中国周边搞一些小动作 他们就会积极的配合 就比方说上个月的 环太平洋2024联合军演 日非两国都参加了 虽说中俄之间也是军演 但与他们的性质 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我们跟俄罗斯海军 无论是在日本海 还是在菲律宾海 所进行的无非就是一些常规的反潜 或者防空演习 都是海军的基本训练 是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而反观由美军主导的环太平洋2024联合军演 它是以台海冲突为演习主题的 将四万吨的大型军舰作为靶子 充满了对抗性的火药味 然而美国人却指路为马 将他们充满冷战思维的军演 说成是防卫性的军演 却把中俄说成是他们的潜在威胁 很明显美国人无非就是想在政治上抹黑中国 在军事上围堵中国 孤立我们 阻碍我们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务实合作 阻碍两岸实现统一 在这种背景下 中俄各自都想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那当然应该把自身的硬实力拉出来 一起合作溜达溜达 也正是因为中国在军事方面的强硬姿态 亚太地区这么多年来 才能保持一条默认的规则 那就是谁都绝不率先开火 无论是中印边境之争 还是中非南海之争 无论两国军警如何对峙 刀枪棍棒冷兵器 甚至是投掷石块 都没有一个人敢率先开枪 这就是中国带头下形成的长期稳定局面 这种局面也只有在强大的武装力量背景下 才能达成 所以中俄之间的联合军演 不仅是为了警告美国这些欲外势力 休想颠覆亚太当下的安全形势 也是为了确保亚太国家保持和平秩序的共识 能够不动摇 彻底瓦解拜登 试图搅乱亚太的阴谋企图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